吸引大批民众进入山洞参访的消失的洞 十八罗汉洞限定展览 勾勒出许多民众的回忆 爸爸妈妈会带我们去十八罗汉洞 就很怀念 就回到那个时候 就是看到照片 那是我国中时期的时候 就是跟同学一起去十八罗汉洞 逛的那些场景 由在地年轻人组成的基隆怪奇团队 今年度推出消失的洞 开启消失事务所系列主题 要给基隆人美好的在地回忆 那我们这个基隆怪奇团队 它其实就是基隆在地有几个青年 我们一起组成团队 那就是在闲暇之余 我们希望可以在基隆可以做些什么 既之前我们有做实境游戏 来认识基隆之后 我们今年就是做了一个消失事务所 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 这几年基隆的变化其实很大 有些东西其实在我们不知不觉中 它就渐渐消失了 那我们就开始募集说 你发现到基隆身边有哪一些消失的东西 那就有人提到了18罗汉洞 那很多人都有共鸣 我们在网路上看到好多人提到它的时候 就会想起 小时候进去好像是进去鬼屋一样 里面有会动的人偶 会喷火会喷水这样子 那就让我们觉得好好奇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为什么在我还没看到的时候 它就消失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来挖掘那边的故事 然后找到了好多以前的老照片 然后发现那个洞里面真的比我们想象中还要丰富 没想到在洞里面都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娱乐设施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新鲜 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办一个展览 让这些可能还没来得及 去看一眼的人来认识这个地方 然后也让一些人可能都不知道它已经消失的 可以好好跟它道别 那最终我们还是想要回归到就是 对于消失这个议题 你会有什么感受 你是会想要好好跟它说再见 还是会希望它重现 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那主要是想要聊这件事情 这基隆人专属回忆的十八罗汉洞 也吸引不少外线市年轻人及刚定居基隆人 来解锁这神秘面纱 这个展览非常非常好玩非常有趣 就是防空洞应该是很多基隆人都会有感觉的闲置空间 刚好就是现在趁着怪奇团队他们来进驻 所以你会有一个机会来议会 防空洞到底长怎样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现在可能年轻的基隆人都不知道 像我也不知道 就以前十八罗汉洞它里面有什么 然后你可以借由他们的展览来体验 说消失的十八罗汉洞到底长怎样 解开这谜团活化山洞 再现十八罗汉洞的洞内风光 基隆冠奇团队与民众分享这一段显为人知的故事 还有什么滋味或是酒无人烟的遗址 让你念念不忘呢 团队欢迎大家来分享 下次展出可能就是你投稿的正在消失 或可能消失的人事物哦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